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定超 今天是回測啦 小幅回測啦 這正常啦 我都已經跟各位預告過啦 因為現在指數啊 你也不用說太過於care 真的 你要讓它大漲真的不容易 我可以跟你講 你也不要講什麼選舉行情 又沒有人規定選舉會漲 但是我是說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基本上比較 以現在目前形態來看 我是分析國際股市的形態來看 比較不容易跌 但是你12月 我講過你12月要跟11月這樣大漲 不可能 我們看這裡 我只要跟你講過了 這11月不是漲1500點嗎 對不對 11月 剛好去年11月也是大漲2000點 那我已經講過 去年11月可以漲2000點 是因為跌6000點 是因為跌6000點才會漲2000點 這反作用力嘛 這是物理學嘛 你想也知道 而且去年的9月10月這個地方還在跌 跌到1229你忘了嗎 所以才會漲2000點 是這樣來的 這個可以漲2000點是因為這邊又跌了啦 你看那時候美國也沒有像我們又跌 你出去看 有啦 還是一樣 9月 美國那時候9月也有跌嘛 10月人家就沒有跌了 你看 10月就縮紅了 對不對 對 你看美國你看 費城辦到底10月就有仿錘線啊 那台灣11月還在跌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去年的11月會漲2000點 就是因為我們的超賣嘛 超跌啦 超賣啦 那這一次的這跟國際股市同步啦 你看我們11月這個8、9、10 這跌一點點而已啊 17463 15975 這樣才跌1000多點下來啊 這一波跌那麼少 這裡漲那麼多是因為這一波跌 這總算帳啊 總共跌6000啊 如果從這邊算的話也跌不少啊 這兩個月來也跌不少 從這個8月份來看也跌了不少 對不對 你就注意嘛 相對比較嘛 但是季線往上了 早就往上啊 不是連線啊 講錯啊 這12個月嘛 連線往上 早就往上啊 這個是長多 長空 長多嘛 這很簡單啊 大家都賣掉 都把你們加過 都把你們加過 對不對 啊這不是 你把它打季線嘛 一定要用基礎分析啦 基礎分析最有用的 你看啊 這季線代表三個月的中線嘛 這季線往下中空 中線空方式 反彈 賣點 反彈 賣點 反彈 賣點 賣點 崩盤嘛 上來打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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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壓著嘛 轉過來以後呢 回撤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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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很簡單嘛 周方式順風口嘛 低度 回撤買點 上整理嘛 整理以後開始往上放量嘛 那你說我說這一次不會那麼順暢啊 早就講了啦 所以你說跌一百多點算什麼 跌五百點也沒關係啊 我們要允許它跌 我早就講過了 跌五百點也沒關係 你跌一千點嘛 這個跌一萬兩千點嘛 你11月漲了一千五百點 然後加上12月最高點 這樣漲了快兩千點了 兩千點你如果說六百點一千點 你也可以接收我 假設跌一千點你也要接收 但是我認為是不會跌這麼多啦 那如果跌一千點的話就可能 整個整理時間就會非常的長啦 所謂跌一千點不會怎麼樣 就是因為季線往上啦 季線往上啊 季線現在在一貫六千八耶 就算跌到這裡也沒關係耶 就算跌到這裡真的沒有關係 假設真的跌到這裡也真的沒有關係 因為這季線往上啊 季線往上中線多方式啊 你就算季線往下 反彈賣點 反彈賣點 灰金北上 灰金北上 灰大金要北上 如果真的跌到這裡來呢 也可以喔 但是我不預設立場 我不是下你的時候一定會跌到你 我的意思是如果有跌到那裡 也可以接受 也整個長多中都沒有改變 就是跌一千點下來都沒有關係 真的沒有關係 漲了一千八百一千七百多點 跌一千點也是沒關係啊 你聽我的意思嗎 但是我不認為這一次會跌修正這麼多 可是你也別想要大漲 因為如果你一直想說要大漲 要大漲要大漲 你會開笑啦 為什麼 因為他就沒有大漲啊 你會開笑啦 我不會騙 你期待越多你會失望越高 因為你一直選總統大選行情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喔 總統大選行情 沒有人規定總統大選要大漲 沒有人規定喔 沒有人規定 從來不會有人規定這種東西 你不要亂想喔 我不是講政治 我是講真的 所以你不要亂開玩笑 為什麼你這樣啊 因為如果你有這種觀念 你就會沒有風險 沒有風險的意思 沒有概念 那沒有概念的話 那如果說發生一些大的變動 變動啦 到時候你又不賣 又套路 到時候說我們說不對 我們在浪港的時候對不對 也要跟你說一下 你自己都不走的了 了解我的意思嗎 你看資金最近都跑到這邊來 這個就是有效率的市場嘛 因為當大盤被台積電帶上來之後 不可能只有漲科技股了啦 不可能只有漲一族喔 全農產業股跟金融股也要漲喔 美國也是這樣喔 你不要以為說只能夠漲電子股喔 像金融股在漲 美國也早就要漲喔 金融股啊 金融股也是股票啊 全農產業股也是股票啊 但是鋼鐵股蓋起來剛好而已啦 這是美國蓋的嘛 這也不可能跟電子股在蓋啦 所以鋼鐵股最近就要蓋一下 有一些漲 可以啊 正常啊 你說一些航運股啊 破桂輪啊 或者是閃樁的漲 正常啊 包含了一些 這些包含這種股票 其實都應該有機會做一個反彈波嘛 我是說對不對 各種類股嘛 自己研究啦 我們最主要是做科技股為主啦 所以其他股票我也少講 那我昨天有提到嘛 就是說 最近喔 因為最近比較複雜 尤其是近期 很多ETF在換了 那換了換了很多 現在有大概有 這個禮拜大概有七檔在轉換 但是比較出名的 就是規模比較大的 因為規模小的你講它也沒有用 因為發現它沒有什麼影響 規模比較大的就是這檔再換 00900 這30檔裡面就換了20檔 這常常這樣玩呢 這支股票 30檔 這個是 這個這檔股票規模還不小 富邦 富邦特選 高股票 高股票 另外一檔是這個 元大 高股票 0056 所以 現在就是0056跟00900在換 那0056換的比較少 00900換了20檔 弄得很亂 我等一下跟你講一下 所以因為你們不懂 因為我亂做 會害怕 我亂做 我的股票沒台沒錢 怎麼都去買 這一定自己賣掉的 因為有一些股票要賣掉 就是一定要清空 要全部清空 像這檔股票要全部清空 這個要清空 這個也要清空 老師要清空為什麼會漲 我等一下會解釋給你聽 這檔股票 這檔股票00919的要全部清空 有7萬多張要全部清空 要賣掉7萬多張 另外一檔就是00 元大 00713 順便認識一下 元大台灣高息 元大台灣高息 00713 低波動的 這檔股票也是掛牌很久 最近在換股 換13檔 50檔被換掉13檔 這檔是30檔換到20檔 00900 這檔是50檔換到13檔 這個0056是加進來5檔 減掉4檔 00919 就是這次幾檔比較大 00919很多人在玩 00919、929 就加了8檔 減了8檔 這個也是 叫群立台灣精選 這個規模都很大 你講這個幹嘛 跟我什麼關係 有關係啊 因為你的廣達他會一直賣啊 沒有就是會找你算賬啊 找你麻煩啊 會一直賣啊 今天也賣了15000張啊 這邊資料還沒有跑出來 明天會不會賣 明天保證又賣 後天會不會賣 還是賣 繼續賣 一直賣一直賣 賣到清光為止 規定的啊 為什麼我要跟你講這個 因為我不跟你講這個 你會害怕 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為什麼奇怪啊 為什麼一直賣廣達 為什麼一直欺負廣達呢 為什麼一直要賣偽創呢 很奇怪 你會覺得很奇怪啊 不奇怪 你懂了以後就不奇怪 你不懂就很奇怪 因為我就跟你講 台灣現在ETF237檔 高股息就有10幾檔 都是這樣玩 一段時間就換股 一段時間換股 那被換掉了要清光 一檔都不能 一張都沒有 比如說這樣講 0056 我用一個追簡 0056 0056有這檔 0056有這檔 2606的域名 對不對 因為現在12月底 12月中嘛對不對 那11月底的時候 這家0056原稻高股息 它持有域名 4萬3千多張 要清光 那現在賣了幾張 8千8千多 4萬多今天繼續賣 今天不管賣多賣少 反正一直賣 會把它全部清光 這邊全部會清光 這邊全部會清光 把這一 5萬3千多張 這個要賣一個禮拜都賣不完 那為什麼要賣 因為這邊買了很多 把這邊全部都賣掉 把這邊全部賣掉 賣要把它全部除清掉 那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是因為基本面不好嗎 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要讀書 要多讀書 我已經一直跟你講過 這成分股 跟基本面沒有關係 你被它選上了以後 它就要補 補到滿 你被它剔除以後 它就要清光 賣到一張都沒有 一張都不會有 這就是ETF 像這一檔股票它要補 一直要補喔 它就補這檔股票了 要清掉 比如說清掉了景壽 玉民 這些股票來買這一檔 今天還是繼續買啊 今天繼續買啊 一直買啊 買這一檔 跟這一檔 以前都沒有啊 這一檔以前兩萬多兩萬多 以前這一檔基金都沒有嘛 0056都沒有 我不是說其他的基金沒有 我是說0056這檔以前沒有滑薪 也沒有正薪 也沒有這個 也沒有神機 都沒有 但是它最近都在補這些股票 會一直補一直補 這五檔會一直補 那賣誰的來補呢 賣這個 這支 還有一檔高價股 也被它選定了 這檔 這檔也會把它清光 要清掉四檔股票 那錢全部拿來買那五檔 那你也知道那是什麼 那你怎麼做呢 真的這樣子聽起來 那我們要怎麼做呢 是不是投信它賣了我們就跟著賣 它買我們就跟著賣 如果你要這樣做的話 那不要看我節目啦 我請你不要看我節目 因為你程度太差了 我沒有辦法跟你溝通 你知道因為我講到老半天 你竟然回我這種話 那我實在是沒有辦法接受 沒有辦法接受你的提 這個會有這種觀念的人 如果我講這個 你就要賣那一檔股票 那你不用看我節目了 因為你程度跟我已經沒辦法 我已經沒辦法接受你的程度了 表示你實在是太糟糕了 了解我意思嗎 這是小白啦 什麼都不懂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九線了 謝謝大家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贯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环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专业无误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绩效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明灯 贯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咨询专线 02-7725-96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到节目下 所以我今天的重点是要讲 技嘉伟创跟广达 其实其他的我都带让你先知道 让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你要有那个程度才能够看我的节目 不然你听不懂 你也没办法接受我的观念 但是我的观念对不对 保证正确 我要做一些股票我一定要有个想法讲道理 就像之前十月底我不是跟你讲买债券吗 你忘了吗 元大二十年的债券啊 我不是说给你看 要说飞军北上怎么做你都知道 而且之前怎么去做四星资源创意我都讲过 那现在为什么我一直要讲技嘉伟创广达 因为这个便宜 还没涨 我继续讲讲到它涨为止 你不知道我的个性 你不知道我的专业 你以为我是凹单 我没有在跟人家凹单的 你看现在这个涨起来 之前我一阵子在讲这个 我一直跟你讲我的会员买在100块以下 我们就持股不卖 我也不做什么动作 就抱着了 就是100块以下了 没有错了 你没有听错了 然后再来我先讲一下广达 注意看哦 我刚刚讲过了 00900 还有我这边有记录起来 因为这个太复杂了 我有时候记不起来 00900要卖广达要卖1万张 然后00713要卖广达要卖3500张 然后被剔除的00919 这档股票要卖广达17900张 总共他们三个加起来 要卖32000多张 我以广达为例 然后会一起卖 卖到总共这一批要卖到32000多张 很显然还没有卖完 这边不算了 这边是别档的 这边又是前面的 另外的ETF的 随时都会有了 我都会注意 我都很厉害了 我都很专业的 9000多 这还没有还不够啊 今天就卖 今天卖15000张 今天卖15000张嘛 加起来也不够啊 明天会不会卖 保证卖 后天会不会卖 还是卖一直卖 一直卖 卖卖卖卖卖 三万多张 全部千光为止 谁会买 有些人会买 有些人会买 但是我不管谁买 就是一定会买 有人会把它接手 那是不是老师 那你是不是散户买走 你不会买 你保证你不会买 你放心 散户不会买 只有法人会买 跟机构会买 我已经讲过了 很多人 有时候MSCI在持股转换 它都用约定价钱 它不是在市场里面买卖 它都成功好 你看MSCI有时候在最后生效日 有时候我常常解释这种道理 所以你看广达 今天也是一样 它为什么冲不上去 因为它还在卖 如果今天不是在ETF 到换股的话 它不会这样走 我就讲广达 你要怎么做 你要站在买房 你不要追上去 你就等着买 那时候可是它不涨 他说可是它买了不涨 对啊 不涨你还叫我们买 对啊 怎样 有问题吗 有问题是不是 它要卖 它要卖几天 我已经跟你讲它有三万多张 你以为它要卖三十万张还是三百万张是不是 它卖完就没了 就换人了 你知道吗 那伪创没有被换掉 但是因为伪创 它全值 有的ETF全值被调整 所以伪创最近也是会这样子 常常会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是最重点 我觉得这人伪票比较重点 它就会影响到它 它不是重点 其实G加不是重点 G加比较OK 我已经讲过了 G出面比较好 那这个很累 那这个都是布局 这些股票都会跟着走 像齐宏 我就讲一下稍微 这档股票也是一样 最近被这档股票 最近会被倒掉 倒掉不多 才一千多张而已 这个是其他的ETF在卖的 这一样是一样 老师基本面很好 基本面越好的股票都没有用 会被清光 跟基本面无关 完全没有关系 不要一直讲基本面很好 这个东西你跟基本面什么关系 没有关系 就用这个啊 它会一直卖 所以这档股票一直被卖下 你不用觉得委屈 老师奇怪它怎么一直跌 它就不跌 因为它没有要卖啊 没有要卖这一档 要卖这一档而已啊 要卖这一档啊 这一档也要被一直卖啊 这一档也要被一直卖啊 只是我没有全部讲出来 因为太复杂了 这边要被卖一万多张啊 这一档总共要被清掉一万多张 00919会把他卖掉一万多张 清光 所以只有新型不会被卖而已啊 南天跟伪创都会被卖啊 你说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 你知道就好 你知道怎么做吗 你知道要怎么做吗 我想我的会员都了解 因为我常常跟他们教育他们 也跟他们说明 他们都很清楚 他们都很清楚说 为什么老师最近都一直看好 这个一直叫我们说 要注意技嘉跟伪创跟广达买点 但是我是叫注意买点 你不要自己乱买哦 所有的动作都是听我的哦 我的会员也不能自己乱买哦 我叫他买他才买哦 开玩笑哦 但是你要有耐心 你要有耐心 不要一直一直带赛夫指数 我用指数得个500点1000点 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都没在做基础啊 我们没有在做指数啊 你看今天不是大跌吗 广达还涨 你怎么讲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所以说我们是做股票 不是做指数 那我们目的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表演 所以股票也不要买那么多 也不要到处乱 看他涨了就买 看他涨了就买 乱七八糟乱买一大堆 那没有什么意思啊 真的我们是为了赚钱 为了赚钱你就要有策略 有步骤 该怎么买 该怎么卖 涨起来该怎么卖掉 怎么做价查操作 我都常常在讲给你听 了解我意思吗 交来还有Telegram Ego 3008 超级大赢家 我讲我这连续两天 都解释这个ETF 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 如果听不懂 要自己去研究一下 那有关于ETF的成分的公布 那个都资料都查得到 到投心公司去查 清清楚楚 我只是把它整理出来跟你讲一下 那清清楚楚 你要查他的内容成分股 怎么调整 都写得非常清楚 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知道 尤其是你有这些成分股 你要非常清楚他们在做什么 你才能够应对嘛 那你应对以后你才知道说 原来这些股票被卖下来以后 是我们很好的机会 我们反而是机会 让很多人不知道的会害怕 可是你知道的就 其实这是机会啊 因为他们卖我们刚好买啊 我们刚好买到便宜啊 有什么不好呢 价格刚好比较好啊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明天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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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见